现在你在大屏幕上看到的这一架钢琴可是非比寻常啊 它是北京奥运会开闭幕时长 朗朗弹奏的那架水晶钢琴 目前呢它正在长城饭店北委拍卖的预展上亮相 在热闹展开的北京拍卖机当中 它以一千万人民币价起拍将被拍卖 那么谁将成为这架钢琴的新主人呢 水晶钢琴是北京奥运会后的首次公开亮相 和钢琴一同拍卖的还有奥座委签发的纪念证书 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签发的文书等 一份荣誉证书写明 水晶钢琴目前由著名歌唱家张鲍莫收购并荣义珍藏 这架钢琴外壳部分通皮采用高透明度的材料制成 钢琴内部的所有系统都可通过水晶外壳一目了然 制作工艺可为考究 而这架钢琴是为了奥运会专门设计 使它更加不同一般 所以它具有细节性和唯一性极具收藏价值 据透露水晶钢琴取牌价为一千万元人民币 早前因为奥运藏品的拍卖频频爆出高价 拍卖风称实际成交价可能要远高于此价 此次一展上康熙的黑漆精彩大宝座也非常引人注目 它是从英国回流的清工文物 故宫博物院有关专家考证 应该是清代康熙晚期的制品 这件宝座从以腿以秤两侧 满布金龙动静结合 代表了当时皇家修图金漆工艺的最高水平 从你今年早些时候 引人注目的清工龙袍同时亮相北纬秋拍 而在北京拍卖季首次推出的古典夕阳家具专场 西西公主使用过的沙发等也非常值得一看 北京台湾